由于受美国制裁的影响,6月下旬的时候,伊朗准备了一本十大类1339种商品的清单,不久将全面禁止进口,在美国准备对其实施新的制裁之际管理货币外流,以保护国内生产商。 不少船公司是风生贺利,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制裁,不少航运公司相继从伊朗撤出,或缩减伊朗业务,上周法国达菲已经宣布停止伊朗业务。 据悉近日,东方海外也发布通知,不接受伊朗禁止进口货物的定仓。 传公司官方通知,据美和通讯社报道,为贯彻伊斯兰革命领袖抵抗性经济的决策,伊朗禁止了1339种货物的进口,这是大类主要事。 衣服装,仿制品,二,厨房用品,三,五金工具,四,用于房间的器材工具,五,汽车,六鞋,香包及皮质品,七,化妆品,八,部分国内生。 内可生产的机器设备,酒奶制品和食品,生,夹制和木制品,关于详细的EHS编码对应产品,可以在伊朗贸易促进组织网页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麻烦4 谢谢观看